FM9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我是漁夫,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又和各位再來記名 上禮拜我們說的是雲端科技 不過這個主題,繼續我的落落小小 繼續和各位一塊一塊來分享 大部分是在說,要怎麼利用雲端來過生我 這個禮拜,換一個口味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叫我說一件事 我會不太適應 我會說比較有多彩多姿 跟各位所有的市長和麻貼的分享起來 比較有趣,對吧 好,這個禮拜先說 這個主題叫做福州人 對台南和台灣 應該,過大來講 應該說對台灣和台南 主要是台南的飲食文化影響 為什麼主要是台南?很簡單 因為我們一號二六三萬家 台南是夫兄 那夫兄當然受到 那是在這個 日本人還沒來政政 台南在民政時代 就像說的時代 那就是全台灣的這個政治啦 文化啦 的動心嘛 那所以,很多人 如果是來到這個台灣 東山過台灣 深冠結尾圓 來到這裡的人 當然是 夫兄 可以來到夫兄 像說我們現在去 大都會紐約 這樣齁 我到美國 跑到紐約去這樣齁 所以 一定要來到這個夫兄 另外一陣子就是 我住在台南 住五年 這五年來齁 餘夫兄師姐姐 住了 我這裡齁 我不是給你吃大塊而已齁 我不是吃肉 吃大塊而已 我是齁 這樣很用心齁 來研究說 我為什麼會台南才能得數 所以 現在來說福州 吃是不是齁 福州人 對台南的飲食文化 其實 影響很大 我們現在先來說齁 台南的 這個 東西齁 比較甜 為什麼比較甜 為什麼甜 很多的朋友來到台南 吃東西 比如說吃炒鮮魚 吃吃的 我的朋友台下 告訴我 這太甜了 吃沒關係 其實我們台南人 很多的東西都甜 我為了要研究說 福州跟台南 我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有人會說 阿姨夫 你說台南 就說台南 說福州要去 中國福州 跟我們台南 台南是什麼關係 不是 我們是要比較 比較 來建立台灣的文化 的主體 所以 當然特別 來研究一下 他們做 那時候你有來 來 你師父 價格 同管 不同師父 不是同款 同管 同一個武館 不一樣的財富 加出來 金武門加出來 你若是李小龍加出來 另外一頭 你若李大龍 李二龍 李三龍加出來 也不一樣 就是一樣 一樣 不一樣的財富 我們先說甜 福州的東西有甜嗎 我跟你說 你若去吃過的人 甜 我怎麼做甜 其實他們在中國的這個 福建這個地方就是 東南沿海都偏 偏田 有很多朋友說 台南什麼他挺 喔 有一些公法是這樣, 那日本人死了台 就很多台南都有柑橘 蒸柑橘 那意思就是一句話說 第一公蒸柑給火燒飯 那不是這樣說對不對 意思是說台南就是因為 這都有這個糖 糖是重要的物資 因為台南有三糖 所以台南人煮起來的東西都甜 台南人因為是富翔 所以好吃的 好吃的人才吃到去糖 所以煮起來的東西都甜 這當然是一種公煩 我沒有什麼證據可以反駁 不過你如果說好酒菜甜 但是好酒人來到台南 是不是真的說 就是台南那時候就開始吃甜 沒有什麼 不過台南也是吃得很甜 譬如說 我剛去的時候也是感覺這樣 就很甜 譬如說好酒餅 我在台北吃好酒餅的時候 那時候我台北也住了三十幾年 台北有一間這個好酒餅 那現在喔 司機要帶我回去 就在我們台北 要回去的路上 就有一間在賣 這個胡椒餅 後來就停下來 啊停下來呢 我不會叫司機去賣 我都自己帶他去賣 因為司機要顧車嘛 啊他的所在喔 好像要翻過這樣 整個這樣 都 反正他如果開始出爐的時候 他買是不是要出爐 都自己出那個四五點在出爐 齁 啊那時候就開始搭車了 啊你又看整個爐都排到 都那個double parking 都那個那個 並排停車啦 齁 都聽到停 所以我就自己去買 那現在 買起來齁 當然 記得說買給這個 我的司機 當時也是一定要給他 給他吃嘛 齁 所以就買幾個粒齁 啊 有哪 會拿給他 拿我的司機吃 啊這又拿回家 給我媽媽吃 主要是要買給我媽媽吃 啊一開始齁 我媽媽問我 啊這什麼肉 我說 骨肉呢 我又不問清楚啦齁 我媽說 那我不要吃 我媽就聽到那個骨肉 要怕死 我就不吃 我們這台南 台灣人齁齁 是不吃骨肉 齁 一大部分 早期啦 現在有了齁 現在很多人在吃 早期是 不在吃骨肉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台灣人 台灣人 感覺骨是在把我們種做的 那你如果 你拿下去 齁 啊 我們知道這個骨 骨是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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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製造不製死 這是什麼意思 要他抬的時候 在那裡沒有要他抬 他要他捏 他就這樣死去撞了 撞到那裡 急急叫這樣 在那裡是這樣 牛要他抬的時候 會流血了 你先問他那個土尿場 你看看你很不敢這樣 我沒跟你騙 牛要流血了 現在 他不會跑 偏偏給你抬 所以我們台灣人有一句話說 第一 宅宅不宅宅 牛宅不宅宅 就是你要說那個環保 像比例說 有一些李院哲 李院哲是台南 朋友就有人說 你要吃光我們台南 牛肉都現台 現宅的 溫體的 要請李院哲去吃 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他說 你怎麼沒吃 一聲就跟你揮嘴 為什麼他說 這個你們對生態不太理解 這個養牛是大汙染 說得很嚴重的 說一說的 總共沒有人敢說 要吃牛肉 現在說他有肉肉 現在就在說 所以 台南其實呢 在這個早期 福州人 台南受過兩種人 中國來的兩種的人 英雄很大一個福州 一個是潮州跟汕頭 那福州人呢 你如果是去中國了 你去到那個 你聽到這樣說你福州人 刻三把刀 就是剪刀嘛 就是旗袍 剃頭刀嘛 剃頭 跟菜刀 菜刀 對台南有什麼影響 我現在先說四行的 一人一人說 譬如說 最有名的 我們要知道 在中國來說 敏菜 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 不過現在呢 中國人在說 我們現在不是八大菜 我們現在是四大菜 四大菜 因為他就是用 什麼麻辣什麼 差不多煙鹽 你本本的冰就細種 但是明菜也是個獨立的 那麼明菜是很有名的 這個在 他們中國 他們中國 我們台灣 就是真正的 就是真正的菜式 那當然裡面是福州菜 福州就是福建的首府 那麼裡面最有名的就是佛跳牆 那佛跳牆當然是很多故事啦 不過佛跳牆 來到這個 我們這個台灣啦 我跟你說 我走去福州看 我發現說他的佛跳牆 不過兒 也不過最好的 那間餐廳 差不多這樣而已 台灣的佛跳牆很好吃嗎 嗯 台灣的佛跳牆 其實很好吃 為什麼好吃 我們這個 我們先說這個 中國 中國在做這個 佛跳牆 裡面當然要染很多 有什麼豬腳啦 雞肉啦 什麼一堆 這樣染了一堆 啊所以 吃這些就是很好吃 吃這些連那個 啊 連佛祖 也會跳過來要吃 這樣吼 但是 所以 佛跳牆最重要是顯示說 你每一樣食材都要好 啊你既然每一樣食材都要好 燉的功夫大家差不多 我如果差不多知道 你怎麼燉啊怎麼做 那問題是說 你的食材好不好 啊你食材不夠 那你去 你是要怎麼做 做得出好東西來 啊所以佛跳牆 尤其是我們兄弟 吼 我們兄弟叫做阿文塞 我們兄弟 我們家就是這樣啦 我們爸爸吼 特別愛 我們阿公 為我們阿公那個時代 啊就特別愛吃 吼 啊他們就是都會去研究 啊那個時候 老實說就是 福秋塞 去到台南人 台南的中泊塞 再去到四個 去到 這個台灣人 是這樣來的 啊裡面 佛跳牆 我們小時候在做 他也是做到 很好吃啊 我看看會不會輸福酒的啊 為什麼 食材好嘛 所以台灣人就是 不會要自己疼 所以自己這個寶島 寶地咧 我們是寶地咧 尤其你是在台南 台南你要注意自己 先看看 現在叫做 區啦 以前叫做鄉鎮 大概是每一個鄉 每一個鎮 也就是說 每一個區 都有它的特產 譬如說 麻豆文旦 對不對 清菜說就有了啦 什麼林角 什麼蚵仔 那個愛文芒果 昆明爬的那個 這個 它的米 昆明爬的那多聲聲呢 昆明爬的我去找他們 它的米都很好吃 大家都不知道說 請問 昆明爬的那個地方 的這個尾度 我給各位報告 其實是跟資本溫泉 你在台灣的地方看得清楚 不是資本溫泉 跟那個資本第一步 不是池上 它跟池上 是同一個尾度 像我們一樣的池上米 觀山米 其實是同一個尾度 那我們的藍山咖啡 你跟全世界的地方 先來看看 藍山咖啡跟我們的東山咖啡 是同一個尾度 那東山咖啡是種在哪裡 也是種在同樣一個高度 那你說東山咖啡好喝嗎 我告訴你 東山咖啡 現在因為沒有量產 所以非常好 它的極品 以前也有人送我一個東山咖啡 帶來東山咖啡 香到真的 那就是 因為尤其是咖啡很明顯 要講究新鮮 你如果是說經過海瓦 那你慢慢的問一下 什麼曼特林 藍山 什麼你來到這個 我們這個 台灣 一定都 日期都很久 強調新鮮 強調新鮮 所以 這個台南是一個佈地 所以我們的食材因為好 好 好 好比 最簡單 我們再來說 我們如果來台南 都吃很多人 不要吃粿 台南這個真 第十個東西 叫做蚵粿 蚵粿 蚵粿嘛 吃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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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荷桃爐 吃粿 才有荷桃爐 蚵粿 吃粿才有富粿 這也會擺出來的 這是他們擺出來的 吃粿 才有荷桃爐 這也會擺出來的味 蚵粿這個東西 我們台南有一間 就是 許家的蚵粿 這是最有名的 許家的三種東西 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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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的香菇蚵粿 你問說 它的蚵粿 到底是 怎麼做的 那時候 你說是 第一台 那個許餅房 第一個叫許餅房 蚵粿 蚵粿 他們在那個 大菜市那裡 西門市場那裡 開始賣 以前 其實是這樣 他們以前 三個那裡 在大菜市那裡 賣麵 賣肉粽 還有賣力道 這些 他們是說 如果是有做力道的 或是有做麵的 或是有做肉粽的 互相錯開 互相錯開 還沒有 那些蚵粿 就是 慢慢 我們這個 聽說 這個 蚵粿 就是由福祉來的 最早就是由福祉來的 當然 你現在說 很多朋友 吃是不是 我跟你說 台南很多福祉 也有福祉後台 但是都看不出說 他是福祉後台 因為都本土化 台南是很趣的地方 就是 不管你外省的 福祉的 什麼 潮州的 來到台南 大家都變台灣人 都變台南人 不然 人家在分什麼 高級外省人 國民黨有那種 很奇怪 那些人 當權者 那些人 高級外省人 什麼時代 還有那種種族歧視 這樣 這如果是美工 走到來 走到走路 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台灣 這種無屬非的社會 才會這樣 我們還說回來 這個蚵粿 你蚵粿 當然 你要吃蚵粿 蚵粿就要好 要好吃 我去跟他們說 中國 那些也是有在做蚵粿 不過他們 他們不是吃蚵粿 他們做蚵粿 做蚵粿 吃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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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沒有染 蚵粿 吃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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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好 我們台灣為什麼好吃 第二 蚵粿好吃 第二 它在蒸 放肉食 這是重點 它把肉食 放在蚵粿上面 那肉食 吃蚵粿 流入蚵粿 裡面 就好吃起來了 這個 肉食 做好的 湯 再來做 這個 醬油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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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補下去 這樣 所以呢 我們這個 為什麼我們蚵粿好吃 蚵粿是好吃的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我們台灣 因為慢慢改善 一台過一台改善 還有我們的食材好 所以我們就越來越好吃 蚵粿 蚵粿 之外 還有一行叫蚵粿 沒聽過 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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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行在我們屏東叫做蚵粿 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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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粿是什麼 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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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屏東是這樣說 在我們叫蚵粿 這句就想知道 我請問 是怎麼叫蚵粿 蚵母要蚵粿 蚵仔蚵粿 蚵仔蚵粿 蚵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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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 這句v 我在我的心中也放了很久 我有是這樣 Davos 蚵粿蚵粿 蚵粿就是這麼來的 蚵粿就是 tumor 台灣人跟這個好笑人去看蚵仔的時候 台灣人說蚵仔蚵仔蚵仔 那個好笑人說爹爹爹 台灣人說乖啊乖兒子 不然這個後面我變的 是說他們的爹是 是他們的蚵仔的意思 類似這樣 你也不想像你找那個好笑 不然如果好笑的朋友現在現拍電話給我問 就耳爹 原來是這兩個字的 拼起來 這個蠻有趣的 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魚叫做吳郭魚 吳郭魚就是姓吳的跟姓郭的 所發明的叫吳郭魚 你要去外籃 外籃說這種魚叫做象魚 大象的象 象魚 我有一隻去外籃 我就看他們說象魚到底是什麼魚 這隻叫做吳郭魚 有魚 現在有該籃的叫做台灣鯛 台灣鯛 台灣鯛 所以蚵仔呢 其實也是好處的人 那個地方用出來 還有 擦繩魚 對 如果說的是殺繩魚 我們台南殺繩魚最明顯就是寮 寮寮寮的 他們這些齁 我幾個個都寮寮 清添寮 因為我們台南的小廚是這樣 譬如說,我是開機做 我發明一個做什麼菜 再來就是 後代、後親的朋友來跟我學 我就跟他教 就是大部分都親家 所以就都講生 譬如說,你如果說這個做 我們他媽說鵝粿 就差不多都遜許 你如果說生魚 就差不多都遜養 當然是自家的東西自家傳出去 不會去傳給不相干的人 來跟我競爭 所以 我以前在看這個炒生魚 全台灣 就像台南人在炒生魚 可以做一道東西出來賣 你們中國有炒生魚嗎? 沒有啊 上海菜裡面 炒膳糊 不過它不是炒生魚 大概是過一下火 現在要端出來的時候 再用那個油淋下去 這跟我們台南的做法不太一樣 不過我有一段 我就去吃炒生魚 我就問他們這個生魚了 那是怎麼開始了 他說這個 當時我們這工 我們什麼人 就想炒生魚 叫炒生魚 在台北看到生魚 現在人 就咬 好久才咬 咬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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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生魚 是不能養殖的 不能養殖的 我聽說這個中國也有養殖 不過 大部分是不能養殖 我們台灣早期 都炒台灣 本土的生魚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 土地 污染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幾乎就 沒有炒生魚給你借了 沒有炒本土的生魚 所謂的野生 所以炒生魚 你哪強到野生 當然都是野生的 不過聽說這個中國 有一個人全部在炒生魚 全部在起生魚 所以這個炒生魚 我告訴你也是好種菜 炒雞 好種人家 好種人家 如果說炒生魚 我還想到 我們這個炒麵魚 我們早前 台南人早前 很愛吃的炒麵魚 湯 裡面就放很多料 對吧 這個很多料裡面 這個 當時我就去問 問現在這個 永濟四目魚丸 這個姓老的 這個好朋友 問說 炒麵魚丸是怎麼來的 他也知道怎麼這樣說 這個福秋蟲 這個我們公公 他在那個福秋蟲 說福秋蟲 福秋蟲就回來了 那個時候 福秋蟲 聽說嘉穎三兄弟 好像嘉穎撒魚丸 但是 但是我跟你說,雖然早期是福州人來教他們說要怎麼做魚丸,打魚粥做魚丸 但是買什麼蝦丸啦,把蝦丸啦,什麼辣在裡面的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都是他們自己獨創出來的 這是正說台灣的創意料理 我正剛才說的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台灣的這個 原來是福州來,但是到了台南以後 很多人呢,經過他們這個改造 變成是自己的獨創 好,比如說還有一味,就是頂邊措 不過要說頂邊措之前呢,不好意思喔,我先給你賣個關子 因為我剛剛那個蝦丸魚丸湯花要說完了,我從頭上起來 誒,它裡面總共藍莎呢,我一家算算的魚肚、魚皮、魚丸 這個粉蒸、肉眼、肉眼 誒,這裡面最新鮮的叫做肉眼 肉眼,他們一般都說肉丸 肉眼,肉眼就是肉包肉,叫做肉眼 那一般是皮包肉,那個叫混沌 panseed,叫做炒手 肉眼是肉包肉 肉包肉這個東西呢,就是說 就是用這個皮,用豬肉來做 豬肉把他講到邊邊邊邊,變成一頂皮 這個皮呢,才過去把肉包起來 所以這個叫肉眼,肉眼 那為什麼叫肉眼? 為什麼不是肉麻? 為什麼要肉眼? 為什麼不叫肉麻? 為什麼不叫肉眼? 為什麼不叫肉眼? 因為在這個福祉我看他們怎麼做 他們那個肉怎麼做 那就簡單嘛,他們就做做的 他在皮 皮現在把肉放進肉餡 放進皮中間 把他搬搬搬搬搬搬 後面都把它鑽起來,這樣兩隻走出來 像一隻燕子 所以叫做肉眼 是這樣 不過他們這個是這樣 我們在做肉眼 他們的是用中國 那出來表演的 觀光表演當然是拿一隻木棍 在菜店上面在那裡 在那裡講那個肉這樣 噩噩噩噩噩噩 你看看,怎麼這麼辛苦 都沒有夾氣 當然有夾氣,那些表演給你看 當然也是夾氣把他壓平 不過 因為就是說 他們肉眼的做法 他們是像燕子一樣 啊台灣一直變成這個 三角形 所以 他們就這樣做 他跟台灣這樣做 所以 兩者雖然一樣的名稱 但是他們是那一套 我們是這一套 歡檢外的意思就是 一人一家台公罵水人菜 听不懂 感觉好 别说什么 别说中国 如果来到台湾 就没同好 做出来的东西 也是没同 不要紧 就互相竞争 比如台南的碗粿 碗粿当然也 比如说有一些店家 分出两家来 也好 有些 尤其这个小池 它如果能够有一些竞争 竞争以后 如果相互竞争之间 那么它就把它 又不是说 把环境改好 环境更清晰 东西又如何更好借 相互竞争 对我们小学来说 这都最棒的 最不好 最好 对吧 所以 很多东西 来到我们这 都会发生 不一样的变化 不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的最简单 我们现在说意味 OK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 说回这个 钉皮蛇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蛇 这个字 钉我们不知道 钉嘛 锅子 顶 顶边错 这个错呢 是一个走字 走字旁 然后一个坐下来的坐 叫做 第一 蛇 这个 北京卫 顶边错 蛇跟错 这个蛇是什么意思 你还查康熙字典 挤走 走很快的意思 奇怪 康熙字典 怎么这样 死了 康熙字典 哪些挤走 这个蛇 用在我们这就不一样 我为了这支蛇 我还这样含 我们的台语文学博士 李勤华 李勤安博士 哈佛大学 台语文博士 奇怪 要让他去找哈佛大学 打博士 李勤安博士 他就说 用这个蛇 用这个错没有错 用这个蛇没错 奇怪 他在康熙字典 上面挤走 挤走 怎么会变成蛇 他说 我们现在说 拐拐蛇 就是那个蛇 他说是那个蛇 教育的说法是这样 不过 顶边错 在康熙字典的错 是挤走 可是呢 我们这个李勤博士 说这个不是这样 这个有可能 在中国白方是挤走 但是这个 依然经过慢慢的变化 来到南方 南方 南方这个所才 又不跟着了 变化是慢慢的走 所以变化是蛇 那么 福州有 咱们是蛇吗 有吗 有啊 当然有啊 不然就会回到台湾 还会回到台湾 所以真的很多的混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永居一碗汤 他们说他们在福州也有 在雄海也有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的东西 是为人并来 经过我们的改用了 越来越好吃 我们还反攻大陆 解救大陆同胞 这样来 啊这个 在福州啊 知不知道 锅鼻舌的元素呢 叫这个 锅边壶 锅边 锅边 因为它是锅 锅边壶 锅子的锅 锅边壶 做法不一样 弯弯转转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去到那里 特别去他们福州 安泰楼酒家 他们的美食广场 他们的美食广场 我看是来到台湾 就集中起来 一间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包会公司 里面 就是 几个大陆 集中起来 这种 Food Court 就是美食广场 类似我们的美食广场 就对了 那里面什么就在买 都买他们的福州小吃 你如果要去那里吃 他们有什么福州四大金刚 所谓四大金刚 四大小吃金刚 你如果都给店店面来看 还有什么八大金刚 他们的 反正名字都已经好了就对了 你就反正要比较说 福州 台南 台湾 你就能比较比起 你看看他这样做 咱咱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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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咱什么不一样 锅边壶就是一种 锅边壶我从来看他做 知道是不是 它一个锅子 大个锅 大个锅 然后呢 它那个汤头什么 放下去了 比如说你要淋一些 有没有的 青菜啦 什么都放下去了 好 主帅 主帅 现在呢 旁边 就用它的菜头 它用一个菜头 很大的一颗菜头 手拿起来 把锅的那个 它就是用栽来米做的粉 然后从锅边中 锅边中 这样把它淋一大 淋 抹上一大圈 抹上一大圈 现在又把锅盖把它蓬下 蓋上了这一层 它就慢慢的锅边这一壶 这一圆壶就慢慢的熟 蒸熟了嘛 蒸熟了以后 再把这个锅打开 就蒸熟了 很快用铲子 用炒菜用 铲子铲进去就要铲进那一锅汤里面 这样叫做锅边糊 所以他们这个好几人一句话 真是说你这个人长得像锅边糊 为什么 你糊一下就熟了 比如说你去到欧龙洗桌 人家这么多桌 你欧龙洗桌洗洗 你跟大家都熟了 叫做锅边糊 在台湾叫炸蜜蛇 炸蜜蛇做什么 我们以前 台南有一间很有名炸蜜蛇 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 这不用说了 我来说鸡人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鸡人的窗口就有两间 窗口的小吃里面有两间很有名 无济到行济的炸蜜蛇嘛 那么我去那时 我说 你们这顶边糊 跟他们的福州 有什么关系 啊是 没错啊是福州人来交的啊 董切实在是福州人 去搞这个 我们知道在街上有很多好处的人 听说有万几个 董切实在是福州同乡 有万几个人 所以怪不得你怎么算 你民进都算不掉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那些福州人啊 本土话 这样就大家就事论事啊 盲论省籍 啊现在去 看他们在做那个炸蜜蛇 诶奇怪 他那个 他的材料米那个面粉 那个炸蜜蛇啊 就是里面最主要的那个 那个面粉啊 他一定放去旁边煮啊 去旁边先吹起来 吹起来就是一个一个鸚鸚 那我们吃的鸚鸚鸚 一个一个鸚鸚鸚 再一个一个堆上去 堆上去后呢 让它稍微冷却 再把它放 再起来 起来用 加这个四方形的 加这个四方形的 所以就不是蛇啊 是另外那些蛇的 另外就是我在做鸚鸚鸚 把我那些蛇起来 这样一一枚 所以就不是叫这个蛇 啊不过去鸚鸚鸚就叫这个蛇啊 啊所以呢 旁邊咬咬的好寫後 它將這個鍋鼻塑的舌的部分 把它放進湯裡面煮 所以煮起來就放起來 其實這兩邊的這個 這樣的東西 你說什麼比較好吃 當然是我們比較好吃 你太知道 土材太知道 我們的東西 我們有材料的米有什麼 我們還有毒澱粉 不是 毒澱粉 我是在說好笑的 我們的材料的米有什麼 Q還有什麼好笑 還有成年的嘛 所以呢 這個 中國的這個鍋邊虎 現在還有 基隆的頂邊做現在還有 但是兩者已經不同 已經變成是台灣的創作 我老實說 我是很用心 沒有希望說 建立我們台灣飲食的 這個文化的主體性 再跟他說義名 福州義名 大家要聽起來 福州義名 你四季去吃也都有 比較說這個 台北 台北你不要吃過那個什麼 福州灑瓜麵沒有 福州的灑瓜麵 這福州灑瓜麵 這要怎麼寫呢 灑瓜麵其實不應該寫成灑瓜 這個我還跟剛才我還不是那位 我們這個李金華博斯有兩個 還有說過 其實我告訴你 連前他們阿公 在台灣同時的那個臉很聯雅堂 他就說 他說台灣語有陰有字 台灣語有陰有字 不要再來亂白刀 灑瓜麵 其實要寫成 瓜 先說瓜 瓜就是寡人的瓜 寡妇的瓜 寡妇的瓜 這寡 灑是最重要的是一個火字旁 我們這下間諜的蝶 或是蝶子的蝶是一個石頭 石頭旁 它是一個火字旁 火字旁 還有一個蝶 這支蝶 蝶 練成啥 台語練成啥 這個中國人當時練成什麼的我 灑瓜麵那個時 他們特色的 特色的三我是搞不清楚 練成 這個很難唸 唸成啥 要捲舌的啥 或者是要唸成 夜 夜 或是啥 這不是中國最少的法法 我們台語叫啥 S-A-H 啥 啥瓜麵 所以正確的寫法叫做啥 就是漢語叫做 炸瓜麵 但是問題呢 我們台語叫做灑瓜麵 就是我們台灣人去 不是我們台灣人 那時候大概是全州 張州去跟好少人說 我們 老闆拜託你給我 灑瓜麵 灑一點麵 你給我煮一些麵來吃的意思就對了 那這好幾乎大家聽不到 說 你在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反正就是灑瓜嘛 以後就叫灑瓜麵嘛 隨便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滿有趣的 這個灑瓜麵 這個灑瓜麵 湖 灑瓜麵 那可以說的 湖 洲 異 麵 說一下異 麵 還深色了 那麼異 麵呢 尤其是這個 麵 這項物 對台南影響很大 做麵這個行業 第一個 台南的细节都有看到所谓的散头异面 散头异面就是潮州跟散头 潮州跟散头是叫什么钱 所以现在都叫做潮汕潮汕 就是这样来的 散头异面真的是散头人来做 散头人跟潮州人比较真好做的 他们做得很好吃 你现在来台南 你如果要吃好料你看散头异面 吃吃看 大部分都好吃 少数一两家清擦这有做的 我都算你学了 不然你就去看外面 然后呢 台南其实它的面 面的形式有四个种类 这一种就是用炸的 用炸的 用炸的要吃过吗 锅烧一面那种的用炸的 用炸的那就是 那就是 台南有一个 教室的引金句典 不知道说到哪里去 说什么就是 以前有一个做官的 叫做引什么瘦 引什么瘦 我们东西 那边就要记下 那刀 那刀的这个厨师 因为就是一面 要把麵拿出來讓人拿出來 不小心讓他肚子下去 我肯定把瘋瘋瘋瘋瘋起來 還把沙瘋下去用油去炙 這種廚師叫我知道 如果是我們家的廚師我早就開瘋了 有人這樣做 所以用起來說很好吃 這種人說泰哥 這樣也很好吃 這樣夠燙下來 我們要尊重一下 不過故事是這樣 但是我想應該不是在泰哥 應該是有一個發明 這種意面其實很重要 它就是未來日本素食麵的源頭 我們台灣人有注意 我們去發明日清素食 那是台灣人 他那時候去到日本 我還特別去看日清素食博物館 在橫濱那裡 他去到那時候 他發明說 哇 煎了大家沒飯吃 你要吃錢嗎 我哪會很貴 那不是方式 那可以說 麵要怎麼保持比較久的 可以用這個快速生產 可以把塑膠瘋瘋裡來買 那就是 所謂的素食麵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 美國 登陸夜球 有一個中國人叫蔣介石 去放一個班 生命之意義在於什麼 宇宙什麼一堆 宇宙旨起之生命 有什麼一堆 這真的很好笑 這蔣中正文 哪時候有夠RQ的 這很少 我請問你 你外星人去到月球看著 這一塊是寫什麼 外星人看過你條文 看過你漢字 很奇怪 很奇怪 那這一塊是要 講難聽一點 講難聽 Hand up 英語叫做Hand up 自己在那裡送就好了 不過另外一個送就是 日本人 把他的泡麵送去 泡麵送去 泡麵送去 那個月球 當然是有太空人吃 他們可以吃 不過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 他如果去月球生 我媽媽 地球不會帶著 他月球 那個火星 我相信泡麵 絕對可以拿去 但是他的源頭 泡麵的源頭 其實 有一縮 就是從這種 異面使用籤開始 啊 台南也有這種 真的是這種 異面使用籤 所以現在我在講 這個 台南的米 這種有叫散頭異面 這種就是 這種油炸的異面 啊 那麼 還有一種異面 是來自福州 福州異面 福州異面啊 福州異面啊 那是說 你跟我們找一個 真的標榜福州異面的 除了那個什麼 台北薩瓜麵 啊 芬林塞麗 我去 他那裡也有標榜 它是福州異面 芬林塞麗 有第二四場 不是 什麼 那個 那裡有一個 標榜是福州異面 啊 不過 福州異面啊 你自己吃吃的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就是我們 觀廟麵 觀廟的異面 全身啊 很像啊 很像 味道什麼 做法都差不多了 啊 不過當然是 觀廟的異面是 越做越好啊 所以呢 四個 這一個 其實就是這些來源啊 當然我們有 外省麵啊 比如山東麵啊 什麼之類的 啊 我在講的異面 是的 至於說 那個 第四場是這樣 說為什麼叫做異面 有一天我問一個師傅 你說為什麼叫做異面 為什麼叫做異式嘛 異面嘛 為什麼叫異 那個師傅 說什麼叫做異面 說這樣做異面 就這樣出了就 一一一一一一 所以叫異面 我感覺這個講法 我比較相信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 異面異面 好 那麼 其實福州 對於我們 台灣 台南 台南 或是台灣 影響都非常的大 啊 不過時間的關係 不是 什麼時候說不完的 你要聽我說這些 我怎麼像老火師 這樣說不完 尤其是 比如說 阿哈飯店 有很多菜 也是由福州 做回來 不過這個就是要 慢慢的來講 反正我們日期很久 我在節目當中 開四月而已 你如果要變成我的市場 到外面 我就會 將到我 我家裡的東西 採取給大家 分享 所以呢 啊 今天 也是 很方便可以 跟各位 分享 我們這個 福州 到底對台灣 或台南 飲食文化 有什麼影響 啊 講不完的部分 啊 那我們就 下禮拜 或者下下禮拜 啊 每一禮拜 我在準備這些東西 齁 你看看他把我印出來的東西 這樣一整疊 就這樣 齁 所以我準備很多 齁 這樣說齁 這樣 當然也是 忙中有錯啦 齁 魚夫主要走 我是魚夫 今天到處為主 齁 謝謝收看 收聽啦 要說收聽 大家各位 再見